喵 啪啪奖的西貓放送 上课 老师啊 行行行行 好什么呀老师好 你们看看你们上回模拟恋爱谈的什么吧 老师好 你们恋爱谈成这样老师好得了吗 卷子都拿出来 开始讲卷 来我们先看问答题第五题 女朋友今天穿了森女系的衣服 回头问你 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 这道题怎么答 来这道题谁错了 就说我看看 这么多呀 我上个月刚讲过一道类似的 就写在这儿的 就写在这儿谁记得 问答第四题 女朋友今天穿了波西米亚风的衣服 回头问你 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 咱们怎么答 这道题谁错了 就说我看看 这么多呀 看到没有 题干都是一样的 就是把波西米亚换成了三女系 万变不离其宗啊同学们 最后再讲一次正确答案 好看 太适合你了 你就是一个衣架子 这三句话 任选其一都算对 对不对 多简单 来解答题第三题 女朋友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这道题不用讲了吧 讲 这还用讲啊 这我说过多少遍了 典型的日子问题 上个星期我还说过一道类似的 谁还记得 来选择题第五题啊 女朋友问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这道题不用讲了吧 讲 这还要讲啊 来看看吧 女朋友问是什么日子 这道题的答案不固定 可能是她的什么 生日 可能是她的 交往纪念日 可能是她妈妈的生日 也可能是什么世界读书日 但是不管到底是什么日子 解法都是一样的 我之前给你们教过一个口诀 谁还记得 这个口诀是什么 看到日子买礼物 看到后天定餐厅 看到问题哄开心 万变不离其奏都给我记住了 来我们现在看大题最后一道啊 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 我在批券的时候啊 就发现咱们班有一些同学 连女朋友是不是生气了都看不出来 咱们就说昨天那道题 女生说好吧是什么意思啊 生气呀 女生的回答你凡是带八字的 都是表生气表无奈 好吧行吧 听你的吧 吧 每一道题 每一道题我都讲过 还有同学错 我就 胡在这 你会谈恋爱是吧 来你会谈你上来谈 你到讲台上来谈给大家看看 我刚才从教练组过来的时候啊 整个楼层就当班最丑 有那么多话 谈恋爱的时候怎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 你们现在不好好学习怎么谈恋爱 以后分手了别来找我 我上街有一个学生 条件非常好 就是不好好学习啊 结果建了社会之后 谈一个分一个 后来有一天见到我了 哭了 老师我好后悔了 我当时应该好好学习 我忘了订餐厅啊 有的同学说 谈恋爱难 凡事都是有技巧的 谈的好的都不难 我上街还有一个学生 个人条件很一般 但是人家恋爱基本功学得非常的扎实 后来找到女朋友都是很好 有的女朋友去了国企 有的女朋友进了世界500强 还有的女朋友当上了科学家 科学家 现在时代不同了 你们不是只有找女朋友这一条路 条条大路谈恋爱 只要你想谈恋爱 你跟谁不能谈 是吧 但是不管你跟谁谈 老师现在教的都是恋爱的基础 万变不离其宗啊同学们 行继续讲这儿啊 刚才讲哪儿了 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 生气问题我们一般分三个步骤来解 一道歉 二买东西 三再道歉 答题采用总分总的结构 那道歉 咱们怎么来道歉 之前让你们学的道歉范文全文背诵 这回用上了吧 亲爱的 我错了 再也不敢了 原谅我吧 不管三七二十一 你先把这句话写上去 女朋友一看 她怎么错 语句通顺 券面整洁 没有错别字 不管她接不接受你道歉 两分先给你 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说买东西 买东西本来应该是一个拉分享 结果有的同学觉得 我已经结婚了 对吧 有的同学觉得 我跟我女朋友正在热恋期 我和我女朋友打着火热 热火朝天 热血沸腾 热泪盈眶 忽冷忽热 冷嘲热讽 热力学第一定律 对吧 她就觉得 我道歉就行了 我不需要再买东西红糖 结果怎么样 大一失敬州 阴沟里翻船 那买东西我们怎么买呢 天猫618 天猫618 理想生活狂欢剂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哪买呢 趁热狂欢剂 来那个课代表说 天猫618 理想生活狂欢剂 瓜分上亿红包 千亿购物惊贴 蛮件上不封顶 哦 说的非常对啊 来那大家再跟我重复一遍 天猫618 你们看看隔壁们 大半夜还点着蜡烛在那谈恋爱 你们呢 一到晚上就打游戏 什么游戏这么好玩 上回胡老师说 什么胡老师 胡老师说游戏好玩是吧 不上了 你们回去玩游戏吧 你们回去跟游戏结婚吧 老师你干嘛去啊 别混 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Puppy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关注我的YouTube账号吧 哇